在金山湾区文教中心于12月10日举办的年终送暖公益活动中 北加州台湾工商会成功举办一场欢乐的合家欢活动 吸引了300位工商会会员及家人的热烈参与 包括金山湾区文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乔务委员吕玉珍 韦德珍以及Fremont市议员Theresa Cox等 共同见证这场充满爱的盛会 那今天我们其实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我们很想做的就是 帮这些在这边弱势的小朋友们帮他们筹款 然后买很棒的文具用品 让他们可以好好的上课 希望大家的支持 北加州工商会的会长今天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能够在岁末年中的时候呢 来为我们的同学们来不提一些学校的一些用品 我想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今天来参与的每一位好朋友 都能够共襄胜举 为了满足大家的味蕾 商会特别准备了丰富的台湾美食 并特别安排了手搓汤圆的活动 让大小朋友们能亲自体验制作汤圆的乐趣 庄雅熟主任表示 活动的举办正好配合冬至的到来 更因为是 和家欢 整个文教中心都充满了欢笑和幸福的氛围 Fremont市议员Theresa Cox也在活动中表示感谢 对工商会举办的多项社区活动表示赞扬 认为这对于凝聚乡亲社区的情谊有着极大的贡献 活动现场更是热闹非凡 除了各种美食和手搓汤圆的乐趣外 参与者们也攜带食用学习用品 为有需要的孩子送上一份温馨的祝福 这场北加州台湾工商会的年中送暖活动 不仅是一场欢乐的和家欢 更是一场充满爱心的公益活动 将温暖和关怀传递给整个社区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